工商協進會和行政院長江儀化 第一次的工商早餐會在今天上午舉行 而依照這個工商協進會 理事長駱錦鳴的轉述 說在這個早餐會上頭 台新京董事長吳東亮 再次向財政部提出和張營的合併案 原本強烈反對的財政部長張聖和 態度是大轉變 表示只要符合金管會的審查 財政部會樂觀啟程 他不敢親自來 所以他請他的勞總經理 他請老總經理提出他們當初 為什麼跟張營簽這個協定怎樣 接到金管會的評估報告 他們樂觀氣沈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駱錦鳴 是在今天舉辦的工商協進會早餐會 透露台新和張營合併案 露出一絲曙光 跌破外界眼鏡 工商協進會經常提供建言 給政府部門討論議題不少 台新還有張營合併案 如果有眉目 對於其他銀行的整併案 渴望也會有連帶效應